下载Good TV Plus 捍卫其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 将感情注入旋律中 马雪凌用音符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她对音乐的执着 不仅是一份热爱 更展现出一位单亲母亲的任性 当孩子的出生 伴随先生的离世 幸福瞬间天翻地覆 这样的落差 仿佛从天堂掉入地狱 这个就是爱鸡匠 面对生命巨大的转折 马雪凌选择将所有的情绪交托给神 每个深夜里的祈祷 都承载着对先生无尽的思念 以及抚养孩子的彷徨无助 每当看见女儿健康快乐的模样 所有的辛苦都化作甘甜 在信仰中被医治的她 用天赋的爱陪伴孩子 母女三人 谱出了另一种圆满的幸福 朋友们平安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头发生一些变故的关系 所以从小也特别期待 渴望有一个完整幸福美满的家庭 长大之后 嫁了一个好老公 家庭生活确实也很幸福美满 但维持的时间不够长 后来就在小女儿出生之后没有多久 先生突然之间病故 对她来说真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欢迎雪莉你好 小姐你好 所以说到你们家的原生家庭 小的时候原来状况是还不错的 家里算是在卖高档的中药材 人参 珍珠粉之类的 所以小时候原生家庭是好的 那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爸爸是长子 然后就是她从小其实就是被叫声惯痒 不知道是在哪一年她可能就染上了赌博 从我小时候对她有印象 她就是漂泊不定 常常出去就失踪了 那我小时候只记得我们小时候 其实我妈妈是经营波来瓶 所以我们的房子在台中是一间换一间 其实就越来越大 那有一天我记得就是到最方 刚搬到那间很大间的房间 然后我有自己的钢琴 然后自己的房间 我就哇 好漂亮 但是真的是 但是我记得就是真的是在一戏之间 然后隔天我放学回来 然后就看着那个就是钢琴 我就问我妈妈说 妈妈我钢琴为什么要被搬走 你眼睛看着你最爱的钢琴被搬走这样子 对就奇怪为什么不是才买多久 为什么就一台吊车就来把它吊走了 对所以那时候我还不懂 然后之后后来就是很紧急的就把我跟哥哥 就是送到乡下给阿嬷养 那一次就送走之后就再免于再回去过那个房子了 那时候你多大年纪 可能是在小姨的时候 那你后来知道是因为爸爸的关系 小时候跟爸爸之间关系的还怎么样 爸爸欠了一大堆债 所以他其实就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他不到人这样 对不见了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可能睡在哥阿嬷睡 但是会听到有人撞铁门的声音 对然后下来看才知道 因为爸爸走投无路回来要钱 对所以他就可能钱拿着 就又出去可能大半年就不见了 我还印象深刻就是有那个逃债的人来 然后我奶奶就会跟我说 因为我们那个店面是很长的店面 那后面有巷子 然后奶奶就会叫我哥哥跟我说 你们刚刚从后面跑 对所以我有这个印象 所以对你来说 你想起爸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绪 会生气说爸爸为什么你要赌博 我很痛恨赌博 然后又会觉得说又很想念 因为那时候因为爸爸赌博的关系 所以妈妈也就离开 然后为了还债 所以他就跟着他姐姐去国外去工作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的家怎么会这样 就是分五裂的感觉 就看不到家人 又一方面可能觉得不谅解 一方面又好思念他们 对 所以妈妈后来是怎么样 她就自己出去 去哪边 因为我妈妈她就是为了要还 再跟她的姐姐也有借钱 所以她觉得说这个钱不能不还 因为是自己家人的钱 所以她就跟着嫁到日本的姐姐 然后去那边就学做生意 那还不在台湾 那要见上你们一面又更难了 一年可能 maybe一次 对 两次 顶多两次面 所以不只是跟爸爸就是感觉很疏离 跟妈妈小的时候 关系上面也 也很疏离 也很陌生的感觉 对 其实我非常地想念妈妈 那个心是 你明明很期待她 看到她 但是我记得我有一年 我去选择我不去看她 因为我觉得我好害怕 那个分离的感觉 对 所以我的叔叔来 在我跟哥哥要来中部 跟妈妈见面的那一年 我拒绝了 因为我就写了一个卡片给妈妈 然后请舅舅把我拿给妈妈 其实我很想念她 我也很想看她 但是因为我更害怕 那个分离的感觉 所以我就干脆 那不要看了 我觉得对妈妈来说也很为难 因为她毕竟还是 有经济上面的压力 然后可能还是需要 供养你们的生活之类的 是 没错 那你们自己小的时候 如果爸妈都不在身边的话 主要的照顾者就会是 我的阿嬷 阿嬷 阿嬷怎么照顾你们 毕竟是隔代教养 所以我觉得照顾的部分 蛮有限 她就是可能买早餐 或者煮个东西给你吃 是后来长大之后 就是有曾经在大姑姑家住过 还有我的婶婶 对 那他们像在婶婶那边 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是怎么样 因为我婶婶她是钢琴老师 是 对然后她开音乐教室 然后我就是住在她那边 然后就 我每天看着她教课 然后一群老师来 我就觉得好羡慕 我觉得老师都好美好漂亮 尤其是教钢琴的老师 对 很有气质 然后他们又可以睡到中午 之后再起来 我就立定目标说 我也要当钢琴老师 那家里有能力可以让你学钢琴吗 其实那时候没有办法 其实是到我高中她 我在我婶婶那边打工 对然后我就跟她 我神神就跟我说不然你就可以在我这边打工 你赚的钱可以学钢琴跟老师学 然后我就觉得很棒 我就决定我也要这样 那在家里头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进到学校之后跟同学之间的互动会受到影响吗 尤其你爸爸妈妈都不在旁边 都不在身边 在同学间其实不太会知道你的状况 即便有他们也不会问你 但是好在是我那时候有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我们相知相惜 因为他也是单亲家庭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无所不了 他也可以了解我的心情这样 那整个来说成长的经验是像这样子的状况 经历了一些波折 你觉得对你自己的个性有没有一些影响 感觉一直寄人篱下的感觉 会 你会比较不服输 不服输 你会觉得说 因为在小时候曾经就是被 就是 你是 我觉得那是我是无辜的 就是你会看到别人的家长可能 知道我们家状况的 他就会告诉他 告诫他的小孩跟他讲说 你如果不乖 我就跟他的爸爸妈妈一样把你丢掉 所以那时候其实那句话对我来讲 很受伤害 因为我想说我没有做错事情 为什么你要这样说 所以我就立志告诉自己说 未来一定要很好很棒 而且我要一个很完美的家庭 我们再试一次我们把它唱出来好不好 从小立志当钢琴老师 马雪玲虽然有段坎坷的童年 却仍坚定不移地朝目标前进 然而不稳定的教学收入 加上父亲中风倒下 沉重的生活重担让他激进崩溃 爸爸妈妈离婚 所以他虽然跟阿嬷一起住 但是他不能像我们一般小孩子 收到爸爸妈妈很好的照顾 所以他常常要自己长大的感觉 所以他很独立 他自己很独立 所以因为他独立的个性 可能对于面对困难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也比较不是像那种情绪化 他比较不是处于情绪化的 但他心里面当然会伤痛 但是他还算是用他的意志 或是他愿意去面对 以我自己来讲 如果一个没有照顾我长大的人 然后现在要我付出 我其实觉得也很难 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要付多少钱 然后那些钱对他来讲 其实有一点额外的压力 但是他还是愿意去做 因为圣经上面说 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 他只是单纯地相信说 上帝祝福他 他也有能力去帮助他的爸爸 纵使这个爸爸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 参与的是非常少 但是他并没有 没有记恨这一点 虽然小时候爸爸就不在身边 但是等到长大之后 碰到了爸爸什么状况 还是要承担那个责任 就好不会自己站稳脚步之后 就碰到爸爸身边的挑战吗 是 接近三十岁的时候 爸爸就突然中风了 对 然后中风之后他也 因为他从小就跟我们不亲 所以我面临到很大的困难是 那怎么办 因为我哥哥和弟弟也都还 工作还不是那么稳定 也没办法帮忙 那时候我的收入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等于是一肩扛下 爸爸照顾爸爸的责任 你要怎么照顾爸爸 其实我没办法跟他住 因为毕竟我父母亲已经离异了 我又跟着妈妈这边 所以等于是每个月就是赚钱 来帮助他 就是等于他没办法工作了 主要是在经济上的支持 对 经济上的支持 然后再去探望他 经济上这是给你带来很大的负担 那时候大概需要什么样的 就到什么程度 我那时候把课牌得非常的满 然后教课 教大会 你可能回去真的好累 然后睡个觉 然后突然醒来说我在哪里 我现在我是谁 我在做什么 就是很焦虑 因为你不敢休息 对 就是眼睛一睁 你开眼睛就觉得 好想放自己一天假 但是没办法 就是不敢 因为你觉得放一天假 损失很多钱 所以其实我在那段时间 都是呈现焦虑的状况 然后再加上小时候 其实奶奶都是带我到处去拜拜 然后那时候相较之下 我觉得为什么 我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我没办法去消化 我也没办法去 三十岁要这样子 然后没办法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所以我对神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然后后来我就想到 我小时候好像曾经去教会过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家旁边就有一间很大的教会了 所以我想要去看看教会是做什么 因为我该试的都是 我还是觉得很焦虑 对 所以我就去到那个教会 然后就听到那个 第一次听到那个师母在台上唱诗歌 然后我就在楼 就是下面就开始哭 然后我心里 因为我那时候 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就哭一哭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好丢脸 为什么我去那里哭 但是我就赶快走了 那走了之后 就不大敢再去吗 还是什么 对 不敢去 不敢再去 对 就是不敢再去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 莫名其妙要这样子哭 搞不清有怎么一回事 是 然后就是后来又觉得压力又好大 那我突然想到说 我好像第一次去 所以谁也有哭 但是我好像内心是有得到释放 所以我就又两个月后 又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又自己跑去 结果还是哭 哭得更惨 哭得更惨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生病了 因为我就是应该生病了 对 然后就是因为从那一次开始 我开始对教会有 就是想要 对 好奇 就是在第二次去之后 第二次去之后 后来就是 因为我在展望会当志工一段时间了 然后里面的童工就跟我介绍说 你要不要就是来认识我的朋友 他也是开音乐教室这样 我说好啊 去啊 然后他那个朋友刚好是牧师的小孩 所以他当下就问我说 雪玲你要不要做决志祷告 然后我说那是什么东西 他就说 就是让耶稣成为你所信仰的 你就是全心全意的信靠他 然后我就说 就是我很爱我奶奶耶 我奶奶是拜拜 我没有办法放弃 就是不拜他这样 但是他那时候很安慰我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很爱你奶奶 而你不能拜拜 你跟上帝说 他一定会就是体谅你 他不会因为你要去拜拜 而不爱你 所以你还是可以 就是相信上帝啊 所以他就带着我做决志 然后其实那段应该是说 我那时候有一半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 对 所以我就做了 但是那个做的过程呢 因为他是牧师小孩 他可以帮我带领我 那时候我还记得 他就跟我说 我该怎么做呢 他就说 你只要跟着我念就好了 所以我记得他就带我 讲了三段话 然后到第二段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的脑部就觉得 好像有一个很多 东西是要冲出去 还是冲进来 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愣在那里了 那当天晚上 我第一次开始经历了 什么叫平安 是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那时候 我从小可能就会觉得说 没有人理解我 没有人知道我的苦 分开的苦 然后我必须要靠着自己去 好像努力你才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你说你不服输吗 要很坚强吗 就是要给别人看到是最好的这样 对 然后可能你软弱的那一面 你是没办法让人家知道 但是那一天做完觉知之后 我觉得上帝知道 知道我的 辛苦 对 辛苦 所以我那一天回去之后 就有平安 有一个真正被理解 或被接触的感觉 对 我觉得我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就是要包装自己这样 那时候他有MSN 所以我们或许留个email之类的 结果五分钟就马上 就是传承出来 就是一叠他的履历 一叠履历 还在应征工作 对 就一叠履历 那这已经打破以往人家 想要介绍对象给我的方式 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 然后你就把他履历拿来 就发现他的经历都还不错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对这个男生有一点点好奇 下载Good TV Plus 捍卫其见证更多 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 漫步在熟悉的园区 植物园里的每个角落 都充满于先生的回忆 从网路认识 远距离相恋 到步入婚姻 虽然聚少离多 却使得每次的相聚 更显珍贵 他先生是卷卷的头发 一头卷卷的头发 然后那时候好像 感觉好像有胡子的样子 艺术气息的人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因为他先生就是这个 艺术方面去吸引到Coco 然后想 对 但是从Coco的分享当中 我也知道就是 他的先生非常的爱他 所以 非常的就是愿意为Coco做任何事情 他先生是非常有耐性 而且是真的是脾气很好 我认识他 我没有看过他先生发脾气过 包含对待他跟对待他的小孩子 都是保持了非常有耐心 然后就是甚至 因为他先生就是 雪凌常常就是一直盯住他先生 就是说 因为他先生喜欢吃 他我也是要喜欢吃 可是因为他先生不喜欢运动 那不喜欢运动的情况底下的时候 雪凌就常常会去控管他 有时候说饮食上面少吃甜食 可是他先生就会 你知道男孩子就是想说 有逮到机会的时候 就想要偷偷地吃一下甜食 然后甚至也会因为这样子 去跟他的女儿分享 就是一起就是能够 我觉得这个就是小小的小确幸 所以他们的夫妻的互动 我觉得就是非常互补 我所谓互补就是说 他先生都会去知道说 雪凌的个性跟脾气 然后让很多的一些的 一般我们夫妻会有的冲突 可能在他身上可能就会降低到非常少 就算吵架 可能隔天就会好的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雪凌在进到教会之后 也跟先生认识了 所以你们两个认识是在教会里面吗 我们认识还蛮有趣的 就是介绍我做觉知的那个童工 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雪凌你都一直没有男朋友 我帮你介绍好不好 那我就说 其实我那时候是困扰的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人 想要帮我介绍包括家长 但是我觉得 那个一见面下去都不得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拒绝 我就犹豫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啊 我看看他在不在线上 然后他就说 小赖在耶 我老公叫小赖 然后他就说 小赖小赖 我帮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好不好 然后他 别讲得很直接 对 因为他们关系很好 然后他就说 我刚好今天没上班 然后他就说 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介绍你们认识 我就说我们先不见面 好尴尬喔 你在旁边 对 然后我说先不要见面 那时候还有MSN 我说我们或许留个email之类的 结果五分钟就马上传承出来 就是一叠他的履历 一叠履历 还在应征工作的感觉 对 就一叠履历 那这已经打破 以往人家想要介绍 对象给我的方式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好有趣喔 然后你就把他履历拿来 就发现 他的经历都还不错 也就是 他一直以来 就是在日本的体系工作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对这个男生 有一点点好奇 之后呢 他就每天都有写一封信给我email 他都写些什么给你 实际上你们还没见过面吗 还没有见过面 你不算真的认识 可能关心你 其实我有点忘记 但是因为他那时候有一个 自己一个部落格的空间 然后他在于绘画跟 就是诗词部分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 对 有一个书方 对 文笔非常好 然后他有让我去看 其实我看了之后 我非常非常地感动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才华的男生 而且心非常地细 然后我还记得 他就画了一幅画 让我非常地感动 他就画了一双手 然后就是一个小女生 就是他手中 手掌中 是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 他未来是要找一个 是可以让他这样子保护 红着的 对 所以这就对到我小时候 好渴望一个家 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 他怎么可以这么地 心细到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 是 但是第一次见面我 大概他就被我打枪了 那是怎么了 你原来没有在线上 有看过他的照片或什么 我也有好奇过 其实我曾经去搜索他 因为他有得过一些 就是绘画比赛的设计的奖项 对 只是觉得说 他有点胖胖的 所以我没有想过说 以后的对象会是一个胖子 对 我刚刚看到片还好 没有到 我有叫他减肥 所以他原来是蛮胖 有点胖 有点胖 再加上我一直想说 他在台北工作 但是他的穿着怎么都不像是台北人 要不他是穿怎么样的 就 他也可以穿个高腰裤 绑皮带吗 对 就是阿伯装扮 对 阿伯装扮 没错 所以你也知道 钢琴老师是很会打扮 对 其实都很好 然后就觉得 哇 谁这样很挑战我 不是你的菜了一下子 不是 看到本人之后 那怎么办呢 那之后还联络吗 后来 一样我就会觉得 就是先给吃面就好了 但是后来他就是 一样他一样继续写 写东西给你 对 写信 然后直到有一天 他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我这一次要回台中 我们一起去教会好吗 后来去到他们教会之后 认识他们家人 我发现他们家人 是我非常喜欢的氛围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在他们家吃饭 然后大家齐聚一趟 他的妹妹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我们围在一起 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而且他的妈妈非常的好 就是非常照顾他的小孩 我突然是被那个氛围吸引 我好感动 我好喜欢 我觉得我要的就是这个家的感觉 我就像田国一样 所以后来就是 即便第一印象不是太好 但是还是愿意接受他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后来就是说 我以前在意的就是外表 学历 然后他整个背景状况都要很棒 我觉得那才是我要的 但我后来发现 这个男生虽然他可能有点胖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 非常棒的男生 我看到他内在的东西 神力也调整你的眼光 是 所以后来还有碰到什么特别的状况 你们结婚前好像也有个小插曲 对 就是在结婚前我们去做了一个 健康检查 然后那个健康检查 就是检查出来 就是指向我肾脏有一颗肿瘤 突然结婚了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 自己心里头的感觉是 刚开始的时候 三天无法入睡 知道的时候你会 好像要睡觉 快睡着 就有一个隐身一控告你说 你癌症 你怎么还能睡得着 就是很不平安 你自己祷告吗 我那时候其实还不是很认识神 虽然已经做了绝肢祷告 但是没有说是真的 真的已经是尽到幸福 还没有 没有 对 对 所以 就很害怕 然后再加上做了各种的检查 都不是太好的感觉 都是不好 然后甚至血管 射引到尽到里面 还是恶性肿瘤 所以其实已经要安排 已经都安排手术了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你去台北 你去找你 先生你不要再工作 我说真是我都没有病逝感 好奇怪 然后突然之间 荣总就打电话给我 跟我讲说 你可不跟你全家来一趟 然后我就赶快打高铁 然后后来是我先生就是 那时候是未婚夫婚订婚 然后就是请我婆婆打给我 所以等于是在从高铁回来的路上 会有一段时都会断断续续 她就一直为我祷告 一直为我祷告 然后就跟我讲说 玲玲啊你不要担心 就算你真的有癌症 我们还是接纳你 你还是我们的媳妇 是 结果最后回去台中 你说医院叫你回去吗 是后来是怎么样 因为我的肿瘤 刚好在肾脏的中间 医生解释给我听说 如果它在下面或上面 我们可以割除一部分 但是你在正中间 万一我开下去 它是良性的话 我们没办法把你肾脏接回去 OK 而且你还这么年轻 你要考虑 对 她说前面虽然这么多的 包括都是二性肿瘤 但是那个医生跟我 她也是基督徒医生 她跟我说 我觉得她还是有机会是良性的 我说真的吗 她说这样好了 当初是 我做切片是怕它会 就是癌细胞可能会扩散 但是你都决定要把身上拿掉了 那干脆我们来切片看看 是 然后就再一次 就是她紧急请我回去 就是希望把手术先停 先做切片 然后后来切片去做 做了两个 然后做完之后去看报告 然后第一个报告是拿出来 看似说她没有成功 阻止碎掉 不完整 然后第二个切出来 就说是良性的 是 感谢赞美主 现在主耶稣孩子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在夜晚的时候 可以睡得平静安稳 谢谢主耶稣保护我们 赐给我们美好的每一天 谢谢主耶稣 Amen 紧闭双眼 手指紧扣 为今日所经历的一切献上感恩 当幸福稍纵即逝 先生的骤然离世 使马雪凌的世界崩塌 看似简单的祷告 成为了她心灵上唯一的慰藉 我进去的时候 她先生听到声音的时候 知道是我 然后她当时只能稍微用眼睛 去做表示我 我问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然后我刚才讲我是谁 她知道 她用眼睛方式来回答我 可是我还没在讲第二句话 她就掉下眼泪 她就流下眼泪 因为她没办法讲话 但是她我可以感受到是说 她放不下雪凌跟这些孩子 她说是 那我有跟她讲说 我们会尽最大的一个努力 回去照顾好 然后请她放心 那我相信她都有听到 因为她很激动 就是一直流掉眼泪这样子 我想那时候我跟她讲 那对话是最后一次的对话 但是我相信她也是觉得说 好像她 虽然她没办法讲话 但是我们都彼此都知道 她想要说什么 我觉得她是因为她认知她 目前她的困难 除了上帝以外 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忙 她在先生快要过世以前 她就有一个感动 她说上帝好像要带她先生回家 回天家 她有个感觉 所以只是说她叫上帝 预备她的心 预备她的心 能够接受她的先生要离开 那时候就想说 我可以做什么 那又刚好她的小女儿才出生 那她要一个人 肩扛那个所有的责任 所以我就想说 我可以帮她做什么 那我就想到说 我可以帮她带小孩 因为这是我擅长的 对 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她自己带的 我只是协助她在她工作的时候 再帮她带一下这样子 经历婚前的波折之后呢 哇这个就开开心 进入到婚姻生活了 也确实在刚开始 蛮符合你的期待 是 你们结婚之后有什么一些 特殊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在个性上 其实因为我们还是分隔两地 所以我们是周末夫妻 所以其实我们感情都还算不错 再加上先生也是好好先生 对 所以她都会比较 也很尊重我的意见 那真的就是像她之前画的那个就是把你捧在你手上 这样子 是 那你们也很快有孩子吗 结婚之后的第二年 那一直都是周末夫妻啊 有没有想办法就是 看是她可以回台中 还是上台北之类的这种 其实因为她之前有在台中工作过 但是还是适应台北的步调 那她其实也是想要在台北工作 然后充斥一番事业在中部帮我们买个房子 让我们跟住在一起 发生事情前几个月她还去 她还得了他们公司的那个大赏 还飞到日本去领奖再回来 甚至已经开始筹划就是台中的公司是由她来带领 对 那她也就可以回到台中 对 然后那个月我也刚好是在坐月子 她刚好就完全就是在也在忙她中部办公室的事情 你说那时候已经生了老二在坐月子 就是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就是在 半夜我们就是 护理师都会call我们去喂宝宝 然后我就喂完回来好像是两三点吧 然后很累我就睡 然后突然就有电话响起 然后我就接起来 他就说 你好我们这边是中国医药学院的急诊室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 是你的先生 就是现在很紧急 你们可能要赶快过来 我说但是他刚才才离开我 你也在同一个医院吗 那时候 没有我们是不同的 对 然后我还问他说 那他现在在哪里 他可以接电话 他说不行不行 我说那他怎么过去医院的 他说他自己骑机车 那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他可以骑机车过去 应该还没有那么严重吧 但是我们还是就是 全家就赶快赶去医院 那赶去医院的时候 我还看着他 我还跟他聊说 爸爸你还好吗 他跟我说 还好啊 所以他是清醒的 他是清醒的 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还好 我说那你等一下要动手术 他说是啊 我说那你会害怕吗 他就跟我说 他会 我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就帮他做一个祷告 我说神会保护你 不用害怕 其实我们当下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后来会这么严重 大家都觉得 可能是小手术而已 所以到底是要动什么手术 他后来是因为他的心肌梗塞 对 那就是开刀的时间 就比原本医生预计的 还要再重复 所以那时候只知道说 他整个出来 因为我后来没有办法 再继续流血 因为我的母奶已经胀来 对 非常的痛 我必须先回去处理 所以那时候他出来的时候 医生说他的状况很不好 就是要看他恢复 但是他的恢复都不如预期 甚至还一度装上椰克膜这样 那你那个时候 其实刚出院的时候 月子中心 老大也很小嘛 老大多大 四岁 四岁 然后小的才刚抱在身上 才出月子中心 那时候我请他 就是拜托那个 就是月子中心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的小孩 再继续待一个月 因为我的先生这样的状况 我可能没办法照顾他 所以我早上去医院 就是医院前 我就先去喂母奶 然后喂母奶 就敢去看我先生 然后就唱诗歌给他听 看完先生之后 晚上陪伴我的大女儿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 因为你三个都是你很重要的人 对 我真是分身乏术 然后心里头压力也很大 是 所以后来先生的状况一直都没有 比较 就是转好或比较有起色 一直都没有 好像进去之后 状况是不好 而且很快在两周之后 他就 医生就说他真的不行了 他可能也顾及到我们的感受 所以其实到最后 他就跟我们讲说 就是要放他 就是让他离开 否则他身体再靠仪器 下去他身体会开始肿胀变形 对 好难 很难 真的很难 刚开始 有办法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吗 其实我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没办法去顾到自己的心情 因为我想到我有两个小孩 如果我崩溃了 我的小孩该怎么办 对 我的小孩如果我 我觉得我是没有指望的人 那我的小孩 他们的一生就毁了 所以 我决定就是 我要用 比较正面的态度去看 虽然我觉得那很难 非常的难 甚至我记得在一段时间 那个思绪是 怀念我先生的那个思绪 会像雪花 这样子掉下来 你会在那个情境里面 出不来 对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小孩 妹妹还很小 他随时要和奶奶 所以我告诉自己 我不能这样 我至少白天我要很坚强 所以其实我是在晚上的时候 我特别痛苦 晚上的时候我就 一边是我的小孩 其实我很拉扯 一边我好想去找我先生 一边我必须要照顾小孩 所以我那时候常常会哭 所以我就跪下来跟神说 主啊你 我到底要怎么办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是神 你让我遇到这么困难的事情 除非我未来要很好 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答案 因为我有一颗不服出的心 所以我想要去走走看 我要说神 你一定是有极大的祝福在里头 不然你怎么把我先生带走 我未来一定是可以扶持 这样才是 你觉得那才是结局啊 那如果说一直不好 一直白坏下去 那到底我们信仰的是什么 我那时候会对信仰 有一个这样的疑问 那时候你爸爸也又 身体又出问题 对 就是爸爸刚好中风 然后行动不变 去摔断了骨盆 然后妹妹的状况也不好 也需要急诊 然后所以有一天是坐在 我坐在急诊室的中间 那前面的是急诊 一般就是成人 然后左边有一个儿童急诊 所以我是坐在中间 我不知道我到底 我要去顾谁 都不是 我只好坐在中间 哪一个急诊室先抠我 我就过去 对 就非常的困难 医生就说 你怎么可以当女儿这么 不孝顺 他直接就骂我 我那时候要背着小的 然后对 然后因为我没办法 因为我有请一个外傭照顾他 但是因为医生来的时间 急不稳定 刚好没看到你 然后我的小宝宝又很小 我不可能一直带他在医院 我要为他来干嘛 所以等于是我的是中间空档 我就赶快跑过去 就错过我医生 然后他就骂我 他就说你怎么 就是都不来关心爸爸 然后你今天最慢 就是明天你得出院 对 所以我当下觉得 在一个回去的路上 我真的是载着小孩 我在车上大哭 因为我没办法跟医生讲 我遇到困难 对 我就是在车上大哭 然后就是说主啊 你真的你要帮我 所以包括说 我爸爸未来出院之后 很大的重担 我该怎么办 我养两个小孩 我自己都觉得很辛苦了 我怎么有办法去抚养我的爸爸 所以在那个阶段 你就是跟神有这样的呼求 然后你甚至有很多的问号 这样子 那你觉得 有得到任何的feedback 神有给你任何的回应吗 用任何的方式 其实我很谢谢我传道 因为我那时候 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 那传道他其实很关心我 然后也常常为我祷告 然后他其实 他也坦白跟我说 雪玲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上帝为什么会让你 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就是 还是继续寻求神 对 那你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等候神 但你自己心里头 那时候还是很多问号 有问号 但是我觉得因为传道一直陪伴我 他一直为我祷告 我是有平安的 我内心有极大的平安 所以其实我就比较 没有那么的焦虑 或者是说 对神有太 没有什么抱怨 只是有疑问 会跟小孩开玩笑说 如果爸爸在的话 你们下一个就不用怕 因为他会去买冰 来给你们吃 因为我跟我先生 相处的模式是蛮愉快 又有趣 所以我常常就会走到哪里 就会跟他讲 爸爸有趣的事情 让他们比较常去 接触到爸爸 下载GOOD TV PLUS 捍卫期见证更多 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 5 6 7 GO 踢踢踢踢踢踢踢 踢踢踢踢 换你 用音乐和欢笑 陪伴女儿长大 在孩子纯真的笑容中 马雪玲看见了 生命最美的盼望 生命的机遇 虽然使她成为单亲妈妈 但她却不孤单 好可爱哦 因着感受到神的爱 夜晚虽有哭泣 泪水中不再只有绝望 她选择与天父一起抚养孩子 用爱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 曾经有一次她的小女儿有讲过 她说妈妈晚上都在哭 对 其实她很辛苦 可是她很愿意把她美好的一面给我 然后她很辛苦的时候 我相信她就是跟我们的天父去诉苦 所以这一点是我蛮 我觉得我很需要跟她学习的 对 那好像觉得任何事情都在她眼中都不是困难 她总是会想办法去处理 所以真的没有看到她哀愁的一面 真的 她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是在教育她孩子 她觉得爸爸不是不在 爸爸依然在陪伴她 只是陪伴的方式不一样 那她现在是跟神 她是回到天家去了 他们早晚也会在天家会去团聚 雪凌要上课 然后她没有办法一直顾在旁边 看看听听看小孩子上课上得怎么样 其实小孩子必须要很独立 对 我看到是比较多背后的训练 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就要把东西放好 然后自己要把什么事情做好 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大概都知道 对 然后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算是蛮独立的 那如果没有后面的训练的话 应该是没有起来 那你要想做你要工作 然后你还要训练孩子很多的陪伴 孩子们的各个方面 其实是很花时间的 先生才刚刚离开 面临到成为单亲妈妈的各种压力 然后孩子身体有状况 父亲又中风又摔伤 真的太多种压力一下子 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承受 即便说你说透过祷告 然后传到人跟你的互动 跟你的安慰 心里头有得到平安 可是每天还是面临到这样 各式各样的状况 你觉得在那个当下 对你来说压力最大的部分 或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我需要工作 但是我的小孩又这么小 是 然后再加上又有爸爸 然后很多很多的声音 多重压力 对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声音 甚至有一天我是在那个广播里面 就是听到一个 就是有个女生在诉说她的过去 然后她就说她很悲惨 然后那时候我只觉得说 哇 她这样叫很悲惨 那我不就是全台最悲惨的女人了吗 因为我觉得她那不算什么啊 所以在那之后 其实传到带着我祷告之外 我发现还有一个力量支撑 我是因为神一直在开路 她不是只有说只有安慰我 而是她在我很困难的时候 就是让我认识 教会一个姐妹是梅兰姐 然后她就是义无反顾跳出来 跟我说我帮你照顾小德 神就调动万有 就拆派电使在你身边 是 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 包括我身边的人 他们也很鼓励我 很安慰我 对 然后那时候也让我觉得说 我在教会的聚会当中 虽然我觉得我失去了好像 我的家庭在那时候破碎 但是我到教会当中 我却觉得教会成了我的家 对 所以就像一个大家人 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 我得到家庭的爱 有的时候在祷告当中 神给你帮助是实际的 例如像你有一次好像 父亲要找安养院 也是让你很焦虑的一个过程 是 就是那时候 父亲他在中国的时候 然后他们时间住 好像只能住五天 然后突然之间要去找外面能连接的 确实很难 然后后来也感谢赞美族 就是有找到一间 他愿意礼拜六 虽然那业务不在 但是他愿意让我们先搬进去 然后后来神就感动我的小姑姑 小姑姑她就愿意帮忙 就是说她说她在退休之前 她就叫我 就是你好好照顾你两个女儿 那你爸爸的费用 我帮你负担一部分这样子 对 所以就一路都有神在开路 但整个在将我爸爸各式照顾的时候 又去回想到 小的时候爸爸其实都根本就是 没有在管我的 心里头会有委屈吧 我后来在祷告当中 神要我看到的是 你不要看到的是你 你没有你要付出的 而是你要看到神到底给你多少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对耶 其实我爸爸的费用 小姑姑都有帮我出 而且我在申请一些补助商也有过 所以我觉得神都有在帮我开路 为什么我要再去想这么负面的事呢 后来我爸爸也受洗在 对 就是他因着我们照顾他 他愿意对 受洗 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跟神说 主啊 我爸爸也受洗了 我相信你必定也会照顾他 那另外你有没有从信仰的眼光 在看自己跟爸爸之间的关系 就会觉得 其实是能跟爸爸和解的 有这个过程 有 就是因为之前爸爸就是都跑出去 然后可能半年一年才回来 回来就是拿钱就又走了 所以其实我在童年时期 爸爸只是一个名词 我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感觉 然后直到他出事情的时候 又要去背他这么大的责任 然后直到他在安养 因为他已经坐轮椅 他跑不动了 然后去开始认识爸爸 然后我才意识到说 原来有爸爸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他 你刚才看到照片 他也是抱着我的女儿 对 就是你看到他柔软的一面 他会掉眼泪 我觉得他已经在为他以前 我觉得他有好像 表达了 希望我们饶恕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看到我的女儿 尤其是小女儿 他常常会哭 喜极而泣地哭 所以其实在安养院 我才开始爸爸跑不动 他走不了了 他再也逃不了了 我才开始跟爸爸真的有那种 关系上的修复 对 那先生已经离开了 好几年的时间了 刚刚有聊到说 其实在那当下 你对神还是有很多的问号 不知道这到底为什么 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么大的困难 那经历了这么几年的时间 再回头来去看 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对先生想念一定都还有的 可是现在怎么样去 透过先生的眼光去理解这个 如果我不认识神的话 没有这么多人陪伴我 我可能我觉得我会走不过来 那我在每一步 每一步虽然很困难的时候 我就哭给神听 但神他就知道我的祷告 都是非常急迫的 他都很快地就来应允我 所以我才会看到那个 再继续走下去的盼望 对 就是再大的困难 连我爸爸他都一起 他爱我爱小孩 连爸爸都一起爱了 所以也让我看到 我因着这个信仰 我身边很多人 我的好朋友 他们也愿意开始认识这一位神 我觉得我有很大 很喜乐的心 当我很困难的时候 我也会读经 然后他在以赛亚书里面 有一个章节 他非常地感动我 他就说你不必再去 回忆你小时候所受的一些伤害 或者是你现在 甚至你的寡居神都知道 而且虽然我现在是胆情 那是神已经告诉我他就是 我的丈夫万君之一的合伙 所以在那一句话 给我很大的力量 我知道说 我虽然没有先生 我没办法依靠人 但是我直接的是依靠神 是 会跟孩子怎么聊起爸爸吗 其实我们在家中 我从来不避讳 其实我常常就跟他 会跟小孩开玩笑说 如果爸爸在的话 你们夏天就不用怕 因为他会去买冰 会来给你们吃 在我们生活当中是 常常还是会讨论爸爸 所以妹妹她从来没有 没有印象等于是完全对 对 完全没有 她有抱过她 但是她完全没有印象 姐姐也很小 那个时候 印象可能也不是那么深刻 对 但是还有照片可以印象 对 但是妹妹是完全没有 所以我会希望在 因为我跟我先生相处的模式 是蛮愉快又有趣 所以我常常就会走到哪里 就会跟他讲 爸爸有趣的事情 让他们比较常去接触到爸爸 这样子 想起一位 因为孩子都还蛮少的 都还在念书 心里头还会有过去那种 恐惧害怕担心压力吗 不会 现在不会 完全不会 嗯 现在好像有好像一次又一次的经历 就是你怎么祷告 神怎么回应 是 都是很实际的 能够帮助到你 托煮你这样子 以前我的家庭 就是原生家庭给我 我自己因为 为了什么事情都是希望靠自己 但是后来认识我先生之后 我先生是一个乐田派 我就发现说好像天塌下来 他都不用害怕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这一块 我就开始学习他 因为我觉得说他为什么都不用 计划很多的事情 他总是说有老爸在不用担心 后来其实我在他身上 我开始学习 这也带给我一个很正面乐观的 对方向这样 知道你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 真的就是你就是靠老爸就对了 对 之后有没有一些祝福的话 带跟我关心朋友 如果你们现在也跟我一样就是 经历很困难的时候 但是我希望告诉你们不要放弃 在最困难当中你仍然可以数算 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 可以帮助你继续走下去 哪怕你遇到九十九件不好的事情 你都可以因着一件的事情 好的事情可以帮助你继续走下去 不要放弃 我是在你的这个分享当中 一直想到你最早被你生日感动的那个画 就是那个手上捧着的那个小女孩 对 其实即便是她不在了 她没有办法 好像是我们肉身感觉到是捧着你 就在你身边 可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爷 实际上是这样子捧着你的 是 对 我觉得画面一直都让我觉得 很满足 然后很有安全感 就像你讲的 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谁 对 是我们天上的老爸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达民牧师 圣经当中有讲到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在爱里面记得完全 因为惧怕是带着刑罚 惧怕会让我们远离神 活在恐惧跟困难当中 感谢主 雪莲姐妹 为这一集真名部落格 信心和爱做了很好的生命见证 讲到信心我就想要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 可是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边去 凭着信心踏出去 亚伯拉罕一直希望 得到一个他宝贝的儿子 二十多年过去 终于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出现了 但是十几年之后 神竟然要亚伯拉罕 把他的儿子以撒陷作繁迹 当他下刀的手 神说可以了 我知道了 我看见你对我的信心了 这个信心后面延伸出来 是爱的根基 我要把更多的爱给你 耶稣基督代替你的独生儿子 雪姨姐妹刚刚在节目当中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也让我很感动 如果一百件事有九十九件 不顺我们的心 不如我们的意 甚至让我们陷入到困境当中 看那一件我们所拥有的 其实那一件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你看看 他做了生命见证 让你觉得不容易吧 在急诊室里面 他离开 丈夫离开他这一段 我们就不说了 真的不容易 在急诊室里面 一边是他的女儿 一边是他的父亲 然后接到电话 我在想是不是安慰电话 结果不是 是有人要闹自杀 他的未信主的姐妹 他安慰 鼓励 就是去劝勉他的这个姐妹 然后挂上电话 各位 情何以看 他还被一个急诊室的医生 念了几句 你怎么不去照顾你的爸爸 因为我要照顾我的女儿 弟兄姐妹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就有指望 这个信是什么 就是信耶稣基督 神与我们同在 那个不能震动的国 就在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这是需要 需要在困难当中操练 苦难虽然用不着比较 也不需要比 可是如果真的比较起来 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一集真语部落格 你有没有觉得 有人需要 需要你去帮助 不要再看自己的难处 走出去看见别人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耶稣 我们在祷告这个同时 我们有想到 有一些人真的比我们 更需要帮助 我们不要一直专注在 我们的难处当中 弟兄姐妹 当你愿意把你的问题交给神 去看见别人的需要 去帮助别人 去分享神的爱 上帝的能力就进来 你把你问题交给神 上帝会负完全的责任 你也把别人的难处交给神 不要扛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来看看 上帝 祂是神迹歧视神 祂可以成就 我们手中不能成就的大事 谢谢耶稣 把健康 把平安赏赐给我们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你 Amen 弟兄姐妹 耶稣爱你 定义要赐福你 祂是神迹的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